是我们公安局的一面旗帜 这些年光齐铁破得案例的功 那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光齐铁这个名字 对犯罪分子来说就是一种威慑 这次广场事件 我们是非常重视 我们也认真研究过 跟刑警队的报告没有多大出入 因此我们希望不要有过多的透明度 还是以正面宣传为好 好吧 我们抽时间再谈一谈 好吧 再见 再见 婷婷 哎呀你来了 你可是稀客稀客啊 好忙啊 来来来 坐坐坐 瞎忙 瞎忙 琪姐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你还好吗 还好 你好像要瘦了 我 是胃不太好吧 哎 老毛病啊 怕是治不好了 我还给你带了点药 是进口的 他们说效果还不错 你试试 哎呀 谢谢 你看 你还记得我这老胃病啊 灵灵 我听说你在李小芳的公司当总会计师 干的怎么样 还不错 还不错 他对我还比较信任 哎 小芳的腿怎么样了 恢复的还好 就是舞蹈不能再跳 孩子呢 有些伤心 我本来该去看看他的 可是又觉得 我知道 你是怕跟铁子碰面是吧 不是 是他不愿意见到我 那铁子不对 我应该说的 嗯 那不说这些了 你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对了 我有个弟弟叫徐鹏 是咱们武警大队的 是那个武警上校吧 我认识啊 我们一块办个案 那小伙子很棒 就是他 他想转业 到咱们局来工作 哦 尤其想当刑警 所以想托我找你办个忙 也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这个 你频频的忙啊 我是一定要帮的 啊 况且这个 这个小伙子情况也很不错 现在就是近一个人呢 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呢 再运作运作 好 然后呢 有什么消息呢 我会打电话告诉 好 哎 你你把 你留个电话号码给我 我这有名片 好 好 哦 哎呦 总会计师了 哎呦 哎呦 平平 你现在 那个 还是一个人 一个人 太好 哎呦不不不不 我是说那个 你你你跟那个齐铁 还两个人还有 有没有那个可能啊 你知道他对我不太可能吧 哎呀 我真希望你们两个人能破镜重圆 要没有办法的事 你看这一家三口多好 好 我不说这些 其实你跟齐铁 也 也没有那个解不开的疙瘩 是不是 哎 这样 我去做做齐铁的工作 你看 顺其自然吧 人民满意是最高的标准 即是阴谋刑警队长 齐一的 哎 齐队 瞧 上面写您呢 哎 你可来 你看 你看 这么大新闻 您上报纸了 你看这段写的 比我说的还精彩 行行行 有点事张牙舞爪的 唯恐天下不论 哎 哎 我找个人说话 我找谁啊 你找什么 找什么呢 谁配你说话呀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公安局进队 我来过 我还没不知道公安局 是 是 妈妈说怎么的 来来 坐 坐 我 我来自语个事啊 怎么的 咱们这儿是不是 讲究坦白 存款抗拒从严呢 对啊 这是我们的政策 那我让我儿子来自首 算不算坦白啊 当然算坦白了 那英明应该宽大呢 应该宽大 对了呗 那咋还犯个死刑呢 你 你 你儿是谁啊 孙光复啊 孙光复是你儿子啊 他杀了三个人 我们赛宽大是有限度的 那我要是不让他自首 那你们谁能知道 你 你跟他说 不是 这个宽大处理 宽大处理 这宽大之后 他还有个处理 你说哪有这样的啊 就那个孙光复 你说他父亲呢 就好像是自首 我就杀了人完之后 就不应该枪毙似的 这真有意思 现在什么人都有 你说 不理会 等等等等等 早知道这样了 我就不让他来自首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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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事 什么有意思啊 谢谢 特别还没什么 我是孙一凡 好 喂 是我 你看你找我他也不告诉我 我知道了 一凡 文凭叫我来干嘛 不是文凭叫你 是我叫你 干嘛让我帮你干活 干什么活 我找你话说 我呢为了什么 他骂警察我都受不了吗 你怎么受不了 做一个人来说必须要学会忍受 何况是警察 更要懂得怎样去忍受 铁子 你那个脾气啊 要害死你了 一上来就不管不顾 你怎么就不想想 如果你内乡打倒的不是罪犯 是人质怎么办 是周围老百姓怎么办 你现在还是英雄 你早就成罪人了 你说的话好像是 我为了逞英雄才打那一枪的 就是为了逞英雄 他这人就喜欢出风头 嫂子我跟你说实话 每次办案子 都是我拿计划 我拿方案 最后功劳都是他的 这些我从来都不计较 我从来没跟他计较过 这功劳是谁的 我为什么 他这人从来就不懂得尊重别人 你这样做不行 人家一凡这次辛辛苦苦做的那个计划 非常重要 那几种可能都想到 你不管 你上去碰就是一枪 我们现在先不说你内乡 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我们单说你这么做本身 就是不尊重义凡 恐惧身边还有那么多干人 你把人家当什么 当本事 我没想到没有 我也不是不尊重义凡 那混蛋当时说的话 让我一下想到了慌慌的死 他说他连孩子啥 才是什么的 这个是可以理解 但是没必要那么激动 天哪 这些你绝对是做的不对 可话也说回来了 你们不一样吗 你们不光是同事上下级 你们还是兄弟呀 虽然不是亲兄弟 那要弄感情啊 那不比亲兄弟还亲呢 嫂子 你想让我怎么做 嫂子 就是想让你们哥俩和好 只要你愿意啊 我让七铁跟你道歉 我道什么歉呢 我这是为了工作 又不是为了个人什么事 你算了吧你啊 你别鸭子死了嘴角阿姨 我告诉你 你不要问问什么 这个钱你必须当 行 嫂子 那我听你的 你们呢 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怨气 像孩子一样 就是因为你没成家 所以老成熟 一般 过几天呢 嫂子再给你介绍个女朋友 你可别像上次那样啊 我一走 你就把人家赶走了 不不不 嫂子 我 我自己慢慢找 还慢慢找呢 你都老大不小了 听嫂子话没错 这事我来安排 你好好想想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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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